好 這個大家早 那我們就開始來上課了 這個成本管理會計學這一科 大概是哥布考或會計師裡面來講 投報率比較高的一科 他的變化比較少 他不像有國際會計準則 所以這個常常在改 所以這個準備一次就可以應付很多的考試 這個成管塊在我們以前讀書是分開的 我記得以前讀書是大三上成塊 大四上管塊 不過現在成管塊大概都合起來 叫成本與管理會計學 很多學校都提早在這個大二就開始上成管塊 好 那這個成本管理會計學 目前在所有的國家考試 大部分幾乎就一半選擇 那一半是中和體就是非選擇體 那因為有50分是選擇體 所以你不可以去讀說哪個單元不會考 哪個單元不會考 那就是都要詳細讀就是了 那但是有兩個考試吧 那他的成管塊是只有考計算 所以幾乎都是考計算 就是沒有選擇體 一個好像是官務三等 就你要考官務那個考試三等的話 他是沒有選擇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審計 好像有一個叫審計人員裡面那個 財務審計那一組 他是考管理會計學 雖然他考管理會計學 但是也是會考成塊 那他都是沒有選擇體 除了這兩個考試以外 那其他的這個考試都是一半選擇 一半非選擇 所以每個單元都很重要 那我們先來看那個這個整個架構 大概知道這個架構 那我們這個課本 前面那個序言你們就自己參考 那每個考試都有他的考試大綱 補考的高考的會計師的 其實大家寫法不太一樣 但大同小異 那我就把這些考試大綱 最後就整理出一個架構表 在後面有個樹狀圖有沒有 有幾頁吧 那其中這個前面這四段 就在講成本會計 那成本會計主要的內涵 大致上就是這四大類 第一大類我們叫做成本分析 這個成本分析裡面有三個分析 要分析什麼 那這是一個大概的架構 我們都是專章介紹 會有這三個 顧名思義 會有兩個字分析 而且提到成本 成本會計都一定會有成本這兩個字 成本會計比較強調 成本的計算 那管理會計比較強調 要決策的處理 就判斷分析 那成管管理會計比較強調的是計算 那我們包含的第一個就是 這個成本的種類的分析 成本種類的分析 成本種類的分析 成本分哪幾種 有製造非製造 直接間接 有關無關等等等 總共有八種分法 這個在我們的第一章 就會介紹 這個成本的分析 主要介紹的種類的分析 要先有這個成本種類的概念 你才有辦法去讀這個成管管 一般成本會計 我們叫做製造業會計 主要在講製造業 中塊比較強調的是 那種買賣業服務業會計 但是成管管是在講製造業 第二個叫做成本習性分析 Cost Behavior 那我們把一個支出 這筆支出 裡面有多少變動 有多少固定 例如說做這個礦泉水 有多少是變動的 這瓶水的成本假設是10塊 有多少變動有多少固定 你要進行這種習性分析 那這邊總共有大概七個方法 那也許你在學校以前在學的時候 可能有些書本只有講四個 五個 有些書寫三個 但是全部把它合起來大概有七種 我在第二章就會介紹習性分析 那這個真的會考計算的部分只有兩個了 一個是高低點法 一個是回歸 那其他那五個比較不容易考到計算 也沒有什麼計算 就比較簡單 就是前面這兩個單元都很簡單 高補考一般是不考 那但是也會考啦 就是選擇題一題 就是一題的空間 這一張考一題這一張考一題 通常高考都不太考 就補考這個考一題考一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後面那個都有 每一張後面有附一些題目 那好像去年108年好像這都補考補考 都是考一題 好 那接下來那個第三個部分 就是整個成塊的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叫做CBP分析 成本數量利潤的分析 成本數量利潤之間 如果有一些改變 會造成什麼結果 那裡面的分析當然有很多啦 有包含損一郎評點的分析啦 槓槓的分析啦 要算那些DOL 那些數字 那這個算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它的頁數也會最多 那我的課本裡面有些題目喔 會打七顆星 代表那個題目就是最重要的 也許它步度是難 但就是你要進考場之前一定要看 就那種常考 也許很難也許很重要喔 那第一張第二張啊 大概就不會有這種七顆星的題目 那到了第三張就開始有很多七顆星 所以成塊裡面喔 這一張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第三張 成本數量利潤的分析 那成本會計的第二個部分喔 就在講成本的累積制度 成本的累積 那這個成本怎麼去累積喔 有三種累積方法 第一種就是按照訂單批次累積 我們叫做分批成本制 分批成本制按照訂單累積 或叫做批次 一個客人一個訂單就是一個檔案 專門記錄它的料工費 很像我們去修車的時候 它就有一張單子專門寫喔 你這個機油換幾坪 輪胎換幾個對不對 然後工錢多少 然後它那個單據上就專門是寄我的帳 那種叫做分批 所以是分開每個訂單每個訂單分開做帳 那如果是分布就是混在一起做 那分布很多人都會寫這個布不對喔 分布的步 雖然一個部門通常是一個布序 但是我們分布那個英文叫 所以分布成本制的步 是這個步驟的步 這個走路這個步分布 按照部門累積 通常一個部門就是一個步驟了喔 那這個是計算比較煩 其實這些計算都很繁瑣 管塊都不需要太多的計算 但是都要判斷喔 但是比較簡單喔 分批分布 那還有一種就是喔 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叫做作業成本制 這個作業成本制也叫做混合成本制 也就是一部分按分批 一部分按分布 材料可能是按分批去處理 人工自費加工按照分布 分批&分布合在一起 我們叫做作業成本制 當然現在還是聽不懂是很正常 我們又還沒有開始教 我是跟你講這個架構 整個成塊在教什麼 那我的第四章就在講分批 第五章就在講分布 第六章的前判斷 大概四頁而已 在講作業成本制 所以這個制度真的不重要 就是一個選擇體一個計算體 考點就兩個而已 那這個分批分布 尤其這個分布可能要講很久 那也不是只有一般基本的分布 後面的什麼聯合成本會結合分布 後面我們會教到的這個標準成本 它也會結合分布 所以我覺得像分布這種單元應該都要先教 像CVP分析這種損益兩比的概念都要先有 然後貢獻式的報表都要先知道 就轟滾的課本 這個居然擺在第十章 分布更誇張 他擺到十七章 所以我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有沒有 教成塊 老師都會這樣 我們現在教到分批了對不對 請你們跳到十七章 我們來看分布 我覺得那個轟滾的單元排的不是很順 但他裡面的內容題目還蠻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國家考試 幾乎都是以轟滾的書為主 就算是林慧珍的中文版 或者是鎮定望的中文版 也大部分都會參考這個轟滾的書 另外還有一個書叫做Cart Usage 這也是很重要的書 就陳管外的外文書裡面 轟滾最重要 就等同Kiso裡面的什麼 中塊裡面的Kiso 對不對 或是高塊裡面的Binks 幾乎都是聖經 在國外的課本都是很重要的書 那陳管外就是轟滾最重要 轟滾大概14版 準備要出15版 那那個Cart Usage也是歷史悠久 也是14版 所以這些英文書都還蠻 蠻久 我們以前讀書時代就有這個課本 轟滾的書 好 那這個成本分析 成本累積 完了 第三個部分 成本會計 在講什麼呢 成本如何去分攤的 累積就是匯在一起 分攤就是把它拆出去 一個叫匯集 一個叫分配 對 把它分攤出去 那這個成本的分攤 就所謂的四大分攤 第一個 我們會教到間接成本的分攤 這些 直接成本大概不需要分攤 這個誰發生的成本就算誰 那種叫直接 間接通常是很多人共用這個資源 或是這個一起產生這個支出 然後這個 成本就是要攤給各個單位 各個產品 各個標的 這種叫間接成本 通常製造費用就屬於這一種 那間接成本的分攤也叫做製造費用分攤 這裡面大概有傳統分攤法跟ABC這兩個 那其中這個ABC的英文叫做作業基礎成本制 不是這個作業成本制 中間會加一個基礎 所以作業成本制跟作業基礎成本制不一樣 所以我這個也會擺在第六章一起講 整個第六章最重要就是後面這一段 會講到作業基礎成本制 另外間接成本分攤另一個方法叫做傳統分攤 那個之後再說明好不好 兩個分攤法主要要介紹作業基礎成本制 那還有一個叫做傳統分攤法 那成本分攤的第二個 我們就是所謂的服務部門成本分攤 服務部門成本 這些服務部他有服務製造部 他的產品的成本就是製造成本 那我就要把這些後勤服務單位 例如說這個維修部有服務製造部 這個人事是有幫製造部聘外勞 那這些他有服務製造部的金額就要攤到製造部 那我們在第七章的前半段就會介紹三種分攤法 直接分攤相互分攤跟階梯分攤法會有三種 那這邊有兩種 那另外成本分攤的第三個部分叫做 common cost 共同成本分攤 然後這邊會有兩個分攤方法 一個叫incremental 一個叫standalone 然後這個單元真的很簡單 這個也很簡單 所以這兩個我就在同一張介紹 都在第七章 那另外成本分攤裡面比較複雜的 好像今年普考計算題有考一題對不對 考到這個聯合成本分攤 今年的會計師考試的第一題 就在考這個聯合成本的分攤 那一題還蠻複雜 那個104年會計師有考過 我們的國家考試這樣 4年內考過就不能再出 然後他因為那個題目是104年考 104 105 104 105 106 107 降出4年了 所以今年108年他可以出 所以就沒有整理 你看那個今年會計師那一題 就是我課本 我覺得去年課本也有 就是有這個題目 聯合成本的分攤 那裡面這邊有兩大類的方法 數量基礎跟價值基礎 那價值基礎在分什麼分一點 像說價值法 假定試駕法固定毛利率 尤其像那個什麼 固定毛利率假定試駕法 這個名詞是鴻滾的名字 但因為我上課 我這個課本是 把這個林慧珍的書 鎮定望的課本 鴻滾的全部融在一起 所以你會學到最多 結果我在那個 轟滾的書叫做固定毛利率假定試駕法 大家都是習慣這個方法 這個名詞 可是在林慧珍他給他取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這個名字只有林慧珍的課朋友 叫做NRV-正常利潤法 結果今年的那個考試就是考這個名詞 他說NRV-正常利潤法 很多人都看不懂 這是什麼東西啊 事實上他就是Hongren的固定毛利假定試駕法 所以你還是要知道有一些名詞 在不同書本他的稱呼是什麼 那我們的第八章 就是介紹聯合成本的分攤 那成塊的第四個部分 我們稱之為成本控制制度 這個成本控制制度 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編列預算 這個budget 來控制成本 希望我的預算達成率接近百分之一百 那第二個就是設Standard Costing 設標準成本 來控制我的成本 我希望我的實際生產成本落在標準之上 那預算我們在第九章教 本來預算都算比較不複雜 比較冷門的 可是今年很奇怪 高考普考通通考預算 而且考一個我上課教的一個台北大學的那個題目 那我有好像寫在黑板上 做一個產品要2A3B 然後怎麼樣 兩個A料三個B料 然後就考那樣的觀念 那個是在快員所考過 那今年就有考 好像在高考考 考這個預算 在第九章就會介紹這個預算 那我們第十章會介紹 標準成本制 那標準成本制 會跟很多單元都有關 除了跟預算有關 跟後面有些管塊 也有一些關係 所以這個成塊 按照我這個架構 這個章節這樣教就很順 所以我這個時候想很久 在開始教書之前就開始去想說 如果把成管塊架出一個架構 成塊大概就這四個部分 那這是我們的前十章 那十一章 一部分算成塊 一部分算管塊 那我們在那個第八段 樹狀圖的第八段 有一個叫做成塊跟管塊的連結 是不是 所以有些內容成塊交 有些內容管塊交 那成塊交的那個預算 那種叫做營業預算 強調的是那個營業預算 那有一種財務預算叫做 資本支出決策資本預算 那個會流到管塊交 那是十二章馬上就會說明好不好 那另外在這個第十一章 會介紹歸納成本法 變動成本法 這些都是傳統成塊在教的 但是有一種叫做超變動成本法 要結合限制理論 那個是管塊在教的 那有一個叫做生命週期成本日 那是超長期觀點 也叫超全部成本法 那也是屬於管塊的 然後超變動成本法 那一個方法 會在十三章結合限制理論 然後另外剛剛講的生命週期 會在新環境第十七章那邊做說明 所以這個我們的歸納成本 變動成本就是我的產品成本的內容 是料工費還是只有材料 還是料工費連銷管都算存貨 這個就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們這個叫做產品成本 那等一下會解釋 然後有一部分是成塊 有一部分是管塊 所以我就寫到第八點那邊 有一部分算成管塊 我們十一章專門在講 歸納成本法 幼教全部成本法 還有變動成法這一些 那管塊的部分 就是我們後面的五六七 那我也把五六七稍微提一下 這個主要是成塊的 成塊的內容 十一章 一般是比較傾向是成塊 十一章 但是後面兩個那個 超變動跟超全部 會放到其他單元 廣塊那邊做說明 那裡面還有更細的細項 當然我現在不需要講 因為我們都還沒上課 我只先跟你講這個架構 那你將來 這個快總複習了對不對 那你就要有能力 在睡覺的時候還是怎麼樣 就是用想的 第一章在教什麼 第二章在教什麼 例如說第一章 這個成本種類分析 裡面有八種分法是哪八種 你可以把它想出來 然後第二章 那個七種CPP的分析方法 其中比較複雜的回歸 回歸有好多公式 你想得起來嗎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這樣按照這個樹狀處 把裡面每個單元的內容 全部想起來 那代表你就讀通了對不對 就可以融會貫通 好 那我們來看那個管塊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第五點 叫做管理決策 這個管理決策 是整個成管塊最重要的單元 那計算題最多都在這邊 所有的單元裡面最重要的 通通集中在管理決策 裡面總共有四大決策 顧名思義 管理會計就會出現管理 剛剛那個成本會計就會出現什麼 成本有沒有 成本分析 成本累積 成本分攤 成本控制 有沒有都有成本兩次 管理會計就會看到管理 對不對 管理決策 這個管理決策裡面 有四大決策 第一個 是最重要的決策 時間最長 金額最大 風險最高 叫做資本預算決策 也叫做資本支出決策 也有人把它稱之為資本預算決策 它也是一種預算 但是比較特殊 你們要算什麼 進限時啦 NPV IR PI 還本期間法 會計報酬律法 很多對不對 叫資本支出決策 第二個決策 通常是題目最多的 但是今年比較奇怪 這邊就考的 有考但是考的不多 對不對 叫做攸關成本的分析 這個攸關成本 這個決策 證定王的書 是叫做攸關成本 但是 Hongeran書 是把它叫做 非例行性決策 非例行性決策 那這個決策 也有書本 把它叫做攸關成本 都可以 攸關成本的分析 等一下中午要吃什麼 那叫做例行性決策 後天生日要吃什麼 那個沒有天天在過生日的 那就是非例行性決策 特殊訂單來的接不接 這叫做非例行性決策 就是 需要用一些攸關數據去判斷 該接或不該接 那第三個 這個叫做對內 對內轉播計價決策 然後再來管理決策裡面的第四個 就是對外的定價決策 那這邊當然比較重要的是 第二個跟第一個 第二個裡面可以再分四大決策 什麼自治外購特殊訂單 我們就不講 我們的12章會講資本支出決策 我們的13章會講非例行性決策 都非常順 但是你要學這些單元之前 你如果完全沒有剛剛講那些成塊基礎 你這邊是學不來的 所以雖然現在成管塊是混在一起做成管塊 但都要先有成本的概念 才有辦法去處理這些管理決策 那這兩張都是重量級單元 那這一張也是重量級單元 所以我中間會穿插一個 Performance 比較簡單的績效 那等一下會在第六段說明 好不好 那我們的15張 再講分權化 15張這個分權化主要有兩個東西都跟分權化有關 一個就是轉播技價決策 還有一個就是一些責任會計 ROI RI EVN那些計算 所以這兩個部分都寫在15張 所以15張裡面會提到對內的轉播技價決策 我們這個A部門 東西可以做一個原料出來 V部門把它原料加工變成產品賣到外面 這個第15張再講 自己人轉給自己人 這個價格用多少錢轉播 然後第18張就是等下講這個 對外定價決策 我們把這個產品賣到外面 價格要定在多少 這個定價的定有兩種寫法 有一個是用這個決定的定 政定王課本有時候用這個定 那但是有些 好像中文課本就用這個定 像林慧珍就用這個定 都可以了 對外定價決策 18張他講 這個賣給outside 這個叫做我們集團 集團類 最後最後賣給外面賣多少 要對外定價 那轉播技價有好多方法 對外定價也有好多方法 又分很多種不同的定價 那我都是專商介紹 那我今天一開始 不可能把它講得很細 所以有概念就好 那廣塊的第六個 第五 第六個就是廣塊的第二個部分 廣塊的第二個部分 再介紹performance 叫做績效 績效的評估 績效的衡量都可以 那這績效評估之外 有兩個重點 另一個就是利潤差異分析 今年的利潤跟去年不一樣 今年的實際的利潤跟預計的不一樣 利潤差異分析 那第二個叫做責任會計 那我們的利潤差異分析 又可以分成傳統 傳統我們就會算一些什麼 彈性預算差 這個 seals mix seals quantity quantity再猜 market share market size 這在第13會交 不過那是屬於舊的 那如果是比較新的 會結合平衡計分卡 那個是屬於新製造環境 所以比較新的那個利潤差異分析 會分析策略性利益分析 在分析那個什麼 價格回收因素 這個成長因素 跟這個 第14章的分析方法不一樣 他們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在分析為什麼利潤 會實際跟預計不一樣 今年跟去年不一樣 如果是比較舊的 傳統的 就是用14章這種分析模式 如果是比較新的 比較現代的 他要跟策略結合的 就是17章的策略性利益分析 14章再講比較舊的 傳統的那些 這個毛利的差異 電機貢獻差異的分析 好 那責任會計也可以分成 比較舊的 跟比較新的 那舊的 大概就在第15章 比較舊的這個部分 那15章我們就會講 ROI、RI、EVA 事實上這個都是屬於 跟分權化有關 所以會跟轉播計價一起這樣 15章 所以15章算是一個重要的單元 今年不管是高不考會計師 因為管快最重要對不對 他反而是15章分數考最多 幾乎都考到15章 再來 比較新的責任會計 會結合平衡計分卡 57章就會講平衡計分卡 他不要只有算財務購面 那些ROI 他也希望算一些 呃 員工購面啊 對外的這個 客戶購面啊 財務 不是只有財務購面 還有內部程序 這個範圍比較小 這個範圍比較大 我在講評估他們的績效對不對 績效好的獎勵 績效不好的處罰 這段叫準任會計 那管快的第七個叫做其他管理 其他管理 管什麼呢 管管存貨吧 存貨管理 那我們的16章 會介紹這個存貨管理 16章會介紹存貨管理 那存貨管理裡面有什麼EOQ啊 JIT這一些 那 再來管管什麼呢 呃 管管 時間吧 時間的管理 那時間管理就比較亂喔 有些在16章 有些在17章 我剛剛沒有括號 那我就不要括號 好不好 就不要括號 好 有些在16章 有些在17章 那17章是在講生命週期 那16章就要講那個等待時間啊 然後製造週期效率那一些的 所以16章17章這邊都比較亂 就是比較零星的單元就擺這邊喔 那再講講這個管管這個品質啦 1980年代叫做品質年代 所以第17章叫做新製造環境的會計 那品質的管理會有品質成本 17章講 然後那個生命週期都是1980年出現的 1980年代以後叫做新製造環境 所以17章講的時間管理品質管理 17章講的平衡計分卡 17章講的測試性利益分析 你不要以為這邊寫很多17章 事實上17章算是比較簡單的單元 比較簡單 只是說他比較亂 就把它丟到一起喔 好 那接下來第四個就是 其他的這一些 計量方法或叫做數量方法 應用在管理會計 那我們在第19章要教學習曲線 然後要教這個計畫平和數啦 要教這個線性規劃 還要教一些機率分析 就今年會計師有考一題喔 那個事後機率 結果在我課本就有教到這一題 他要算那個 這個有一個消息出來 然後他要建幾坪的房子 那個很冷門 結果他也會考 所以不要以為那個不會考 不過他是屬於 不是會計師來講 也是管理會計啊 就是管理會計裡面的那一組 那個財務 財務審計那一組喔 他有考一個一個題目 不過那個題目是之前會計師有考過喔 比較熱門的 一些計量方法 那至於第五個那個什麼喔 這個環境會計喔 現在都從來沒考過耶 所以其他書我看也都沒有寫 後來我想說環境會計 就從我的課本拿掉 我本來環境會計就是擺17張 因為環境會計現在都還不確定 因為他不是強迫的 他沒有強迫說大家要去揭露環境會計的資料 環境會計就是所謂的綠色會計章 所以我在17張會帶過 會跟人講ISO14 那個系列就在講環境會計 好那我們整個1到19張 全部在我講的這個架構之下 那其中11張是在第八段那個連結 那第八段最後還有一個提到 成本控制是在乘快膠 成本意見是在管快膠 所以剛剛黑板拆掉之前有講到成本控制嗎 那成本意見就是在18張 在講那個定價決策的時候 在18張這邊在講定價決策 就講到這些目標成本制 標竿成本制跟改善成本制 那在18張管快的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成管快的一個內容跟架構 那我們今天就從這個第一張開始了好不好 從這個第一頁 好